没错 那现在是来到了我们全明星周末枪王争霸赛的第一场比赛 好的我们枪王争霸赛现在已经是开始了 我看到一上来就非常的激烈啊 一上来这边在B区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交火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小九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其实距离位置我们也不能说太大嘛对吧 毕竟我们在现场去接说 没错其实无所谓了你就随便说爆点 随便说吗 这个爆点真的不影响 现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念旧的A大死了 因为我们的个人赛其实点位的影响并不大啊 因为反应是非常的快 并没有太多机会去听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解说 对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分心 目前的Ace是杜瑞已经杀到了七个Frag 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Frag还是怎么说的 大家都互有杀敌非常的平均 等到我觉得打个三五分钟之后第一集团第二集团都已经拉开分数了 而且小九在这个位置直接是一个三杀 很爽啊 目前是场上的Ace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念旧 念旧刚才也是长旭一直给他加油 对长旭非常可爱啊这个 我们正在直播突然就闯在我们直播台上了 看一下率先达到两位数的是 AG的杜瑞 小九以及石头三人 我们现在给到的是AG龙珠的吸引人OO 看一下他的 好玩的这样的话直接被秒掉 很快啊我们的选手已经是 大部分都已经是来到了两位数的Frag了 也是希望现在的天堂抽筋的吸引人SUNNY可以加油 然后反过来看一下这边的OO 其实在吸引人方面我真的还是蛮看好这个SUNNY的 因为这个赛季这个吸引人啊 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就是SUNNY那边选手 因为他在比赛当中确实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敢打主啊 有的时候他是 比如说你是一个老人你要考虑很多东西 他不用去想很多 他就 敢出去就直接出去打了 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来看一下这边 念旧啊其实一上来手感并不好 但这一会儿我看到已经是追了上来 哇这个Frag有点太接近了 现在全都非常接近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先进一道我们的前五名的冒炮赛当中来 才是重点 对只要能保持到前面 当然吧拿第一最好的 第一只用打一场就行了 拿第一 而且我们第一奖品很多啊 对 来看我这边提前枪 哇双刹 杜瑞这会儿手感不错 哇这个小红人这没办法 哇现在场上最高是杜瑞和小九 石头紧随其后 哇这太接近了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接近啊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我们的选手们的整个的状态来说我觉得都差不多 就看最后的一分钟的一个冲刺 对时间过了三分钟啊 这个分数还没拉开 其实我倒觉得啊 其实最关键是在最后到三分钟之前那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看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优势 有优势的话在最后稳一下这个胜果 而且其实在最后的三分钟 我们明天可以看到第一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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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老将的发挥还真的是不错啊 还是期待一下最后的时刻到底谁能冲刺上来 没错 这边看一下小九的视角 直接是被秒掉中路 看大米 一个 现在看一下近年的位置 哎这边很多人枪声啊 两个 看有没有第三个 哎这个位置我觉得老肖应该表现 进步在这个位置 对对我很喜欢 能打很多人 在中门这个位置一定要静音啊 不要乱露脚步 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中中门这边那个火火力 呃复活点什么的都特别特别多 比较多 对对对 在这里面一波音好了杀个六七个也没问题 好过这个必须的位置也是一样 对对对 比较关键点就是 避狗 呃还有 避水 中门 避水的A平台嘛就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 你复活到这几个点如果说打好了 就就很有机会了 来看一下现在的话 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一个差距 三十个人都上面已经有 五位达到三十个 哇这边大米达到四十个了 大米突然就杀上来了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聊杜瑞包括巍巍的问题 对 大米突然间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圈上的一个Ace 四十一个FLAG 看来我刚才跟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 哎 哎呦 大米四十三个 好像汉宫都喜欢站刚刚那个位置 你看一看 刚小九在那个位置三杀 然后大米刚也是在这个同样的位置有个双杀 对所以我们大家比较都比较聪明嘛 意识都很好 看一下现在其实 场上已经是出现了这个第一军团军了 第一军团军也就是 大米 石头 杜瑞 杜瑞 还有念旧 念旧 还有小薇薇 小薇薇 最后的时刻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军团军 前五位 第一军团军现在就这几个位 就这几位了 其他的可能差的还有点多 不过时间才刚刚过半 还早 上半场结束 下半场开始 其实有时候我们心里安慰就这样说了嘛 对吧 没事刚刚 这个运气可能不太好 对吧我们来到这个后面的后半 后半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有时候你就像小九这样后面爆发 这个场下的拉拉队长旭啊 那个声音小一点 不要影响到我们 长旭一直在给念旧在加油 一直在加油 我感觉他俩有什么批碗交易 这个你都知道吗 肯定是 是拿了这个仓王会怎么怎么样 啊 这个放心里 都不要说出来嘛 对吧 估计长旭应该是跟念旧聊 你这个仓王奖杯拿了给我吧 你已经有一个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这边念旧 说到念旧 念旧的一个四杀 念旧这边四杀 已经来到了46个FLAG 但是 看到大米这边的发挥非常的稳定啊 一直保持着第一的位置 而且领先了第二位有四个人头之多 看一下这边 大米的位置 哇这边是直接被打掉 这这会儿中中路这边人有点多啊 这个复活的 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选手也是慢慢都追上来了 应该是差不多再过个一分钟不到吧 其实可以发现 第一条鸡汤军还是那几个人 还是刚才的五个 还是大米 杜瑞 石头 小维维 包括念旧 就这五个人 所以说都有机会嘛 毕竟我们现在刚才说了 你在12分钟打完以后 我们是取前五名进入到我们的冒泡赛当中来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我们的枪王 是的 那其实对于像 Sunny啊 Solo啊 林肯 其实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就看在最后的时刻能不能爆发了 如果不能爆发 就真的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第一个机场机人太多了 有五个人 对 现在就等于是 十强五 对吧 先把这五个人头 先把这五个名额拿到手再说 没错 能进前五就有机会去角逐 当然 名次越好 越好上排越有优势嘛 对的 不知道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有 现在第一名是出现了变化 我们看到 来自AG的杜瑞 这边已经是率先达到了六十个 哇 已经是率先达六十个人头了 哇 这边的发挥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九的位置 那这边把也被秒掉 那我相信我们这个 昌王争霸赛也是会随着我们的时间 接近尾声会进入到白热化程度 我可以看到现在的选手 我们这边打的是越来越激烈了 还有最后的三分三十六秒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到底谁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冒泡赛能力来 我的天哪 这边杜瑞已经是六十七个了 瞬间一直在杀 六十八个 六十九个 一直在杀人 这一波 这波还没有死 这一会儿 还是被念旧打掉 杜瑞的手感真是太好了 你看念旧那边 大米都很难去追啊 70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 你领先再多 就等于你自己第一名 并不代表你肯定是枪王 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杜瑞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冒 冒泡赛当中来了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只有一级标赛下基本上都有可能了 对 杜瑞72个 我的天啊 真的一直在杀 对 现在是 自己是遥遥领先 其他的选手 来看一下 紧随他骑后的 应该还是 大米石头 大米石头 念旧 念旧 只有这三个人了 这三个人 基本上这四位是参加在我们的冒霸单中来了 还有第五位 不知道谁能突破上来 现在 可以看到现在 到最后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的分叉已经是拉开了 第一集团军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现在是 维尾跟桑尼 抢第五个 第五个名额 都是六个 六十二六十一 很关键啊 桑尼和这个维尾 真的是桑尼和维尾 这两个人要去竞争一下 这边的话 大米 直接秒掉一个 大米要来波最后爆发吗 还有两分钟 还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 索尼这边是直接打掉大米 这边念旧在A平 看有没有机会 一个 哇 这边有的时候看不到人 真的是 是 我看到石头的追的也是很快啊 来到了第二名 七十四个 念旧是七十个 也是在第三位的位置 是 我们的比赛 预演赛进行到最后的两分钟 最后的时刻了 我们看一下 对于第五第六第七名的 像Sunny 小维维 包括林肯 Solo这些人 哇 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关键现在竞争就看这几个人了 听一位我们就不说了吧 一连到八十多个人头了 前三名 前四名基本上就没什么悬念了 对 都是拿到八十七十多的 对 杜瑞 大米 石头 念旧 这四个人是已经是锁定了 这边Sony来了 其实一个 Sunny也是上了七十领先 Sunny有机会 能对Sunny 产生威胁的 好多啊 Solo 包括维维 林肯维维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现在看一下 Sunny能不能在我们的 代表我们的天道球星拿到这样的一个枪王了 没错 Sunny 还是有 领先 就看后面怎么追 杜瑞赢86个 我的天哪 感觉要破纪录啊 肯定要 肯定要达到九十多了 这个要破纪录啊 之前没有这么高过 感觉 这一场 这场踢的感觉好凶啊 不是 这一场 根本真的好凶 真的是 太凶了 最后的一分钟了 我看到 我们的时间已经是亮起了红秒 诶 这边Solo也慢慢追上来 73 Sunny是75个 维维是72个 就看这一波 这三个人精力要几点啊 反过来看到我们的杜瑞是八十八八九个 其实现在我们关注的其实就是要看这个Sunny Solo 以及 小维维 都是有机会的 还剩最后的时间 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五位进入到我们的冒爆在当中来 最后的五秒 最后的五秒钟的时间 三 三 二 一 好的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战机机杯是 维维来到了我们的第五位冒爆在当中来